来源中国经营网 少数民族女企业家马亦加一 为贵州六盘水 承建异地扶贫搬迁工程 中央专项扶贫资金项目 幼儿园小学等十个政府项目后 持续讨要工程款八年 2023年年末 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听证会召开当天 他被地方公安 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中国经营报记者核实 在他之前 为他代理债务执行的律师 律师助理等十余人 已被刑事拘留 涉嫌罪名 均为寻衅滋事罪 所涉事项 即律师等人曾在微博 抖音 发布相关债务 诉讼信息 律师还曾将举报 水城区政府某官员的信 邮寄给了这位官员本人 举报内容则涉及欠债不还 非法解冻 大量资金去向等问题 水城区政府拒绝支付的理由是 部分项目会审计 执行代理律师通过法院调查令 调取银行资料发现 政府平台公司 在两家国有银行贷款5.8亿元 并未用于借款用途 并转入多家关联公司 涉嫌骗取贷款 执行代理律师 怀疑长期未审计 与该涉嫌骗取贷款行为有关 生效判决 执行裁定等材料显示 至少有四笔经诉讼确定的债务总额 为6954.63万元 而企业统计认为 另有项目欠款15247.66万元 及六盘水市水城区政府 贡献企业约2.2亿元 而地方政府一份汇报文件 则承认有9000余万元欠款 多方证实 马一加一等人被抓前 区政府一度提出 以1200万元化解所有债务 被他和代理律师拒绝 随即案发 记者曾就债务 刑案等问题 联系水城区相关负责人 但截至发稿 未获正面回应 侦查失误 现年47岁的马一加一 曾学习法律 更一度想要从事法律工作 在拒绝区政府化债方案后 马一加一担心自己被抓 给家人留下了一封信 详述了自己的讨债经历 一个法院两个公章 为何无人过问 执行法官为何私自解冻冻结款 院长指示不违法吗 森林公司账务为何不敢审计 骗贷书役去哪了 为何森林公司成老赖空壳 钱呢 他认为自己并未寻衅滋事 而是有些人想要以刑划债 债务员自己政府施工 从2016年开始 马一加一以贵州一家序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一家序公司 和贵州洪瑞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洪瑞藤公司 两家公司 陆续呈建了六盘水市水城区 预设森林旅游有限公司 水城区政府的平台公司 以下简称森林公司 和六盘水市野域海山地旅游度假区 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野域海管委会 八包的十个政府项目 这些项目包括水城区预设镇海平安置点 异地扶贫搬迁工程私标段项目 中央专项扶贫资金 以下简称异地扶贫项目 水城区预设镇海平幼儿园 海平小学 野域海度假区编陀小镇 世界编陀文化博物馆 野鸡瓶自行车赛道 西木车遗族历史文化博物馆 绿色森林酒店 单轨高价游览车等 八个项目分别于2019年8月13日 全部移交投入使用 两个编驼小镇项目 自行车赛道 因发包人森林公司 野域海管委会 不依照合同支付工程款 即为支付老百姓土地赔偿款 占用林地等原因 通知施工人缓件 马一加一在信中称 公开信息显示 此前马一加一公司成建的海平迁户债 在2016年移交后 曾被评为贵州省脱贫标杆 编驼博物馆则被评为 世界最大编驼博物馆 不过由于被拖欠工程款等原因 2020年1月22日 马一加一名下 两家企业彻底退出野域海项目建设 并移交资料 请求审计结算 然而等待近一年后 2020年12月6日 马一加一突然被抓到水城区公安局 以涉嫌拘捕支付农民公公司 为由被刑事拘留 后半取保候审 2021年3月 警方已侦查失误解除嫌疑 为了给农民工发放工资 他把房子 车子都抵出去了 东拼西凑借钱发工资 公司是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 但拖欠材料 供应商很多 他说过 就算全部工程款要回来 也基本上又得拿去给材料商 因为这几年拖欠的利息也要算的 知情人张先生告诉记者 马一加一 也在信中讲述了自己被逼债的经过 2020年2月开始 机械商 材料商 及各施工组 开始逼迫追要欠款 我卖车卖房 也是杯水车薪 甚至也育海管委会某某 森林公司领导某某等人 多次带领材料商等债主几十人 辱骂我 吐口水 软禁我 到我办公室喝酒撒尿 打杂 泼油漆 可是 明明是水城区政府 欠钱不给呀 2022年8月20日 我被殴打全身软组织挫伤 左肋骨骨折 右腿膝关节 至今不能正常行走 多份文件显示 进入2021年 在马一加一向六盘水市 贵州省反映相关情况后 森林公司 也遇海管委会分别出具文件 证明拖欠马一加一名下 两家企业工程款属实 且说明项目未审计 是发报人原因 2021年9月3日 央官网对此做了报道 当地政府回应称 会尽快还债 寻衅滋事 文件显示 2021年6月 森林公司曾制定还款计划 承认三个已审计项目 未支付工程款 其中包括中央专项扶贫资金项目 并七个项目将积极筹资 但最终并未履行 进入2022年 马一加一名下 洪瑞腾公司 一家序公司 针对森林公司 也遇海管委会 拖欠工程款的多项诉讼 陆续进入执行阶段 2022年8月 马一加一聘请侯某某 原北京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某某 昆明 律师事务所唐某律师 跟进执行 但马一加一和律师发现 森林公司的财产被转移 有变为空壳公司之前 而野域海管委会 则被注销 与此同时 他们还发现 当地在上报的文件中 开始欺上瞒下 马一加一称 水城区政府某官员 曾多次向上级谎称 以结清工程款 在上报材料中 不登记 马一加一公司的债权 2022年9月 在谈判中 水城区政府代表 水城区文旅投集团 领导表示 不认可生效判决 和仲裁认定的金额 并称 区政府会马上把仲裁的裁局书撤销 而异地扶贫项目 在诉讼发起三年后 进入执行阶段时 当地竞称 该项目早前已超支付900万元 在律师努力下 2023年3月 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终审裁定 维持六盘水仲裁委的裁决书 2023年4月 马一加一 依法向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强制执行 公众号 六盘水中院 曾于2023年9月22日 发布两份悬赏公告 因森林公司名下财产 无法覆盖执行标的 悬赏10万元 征求其财产线索 一直以来 森林公司 也遇海管委会 拒绝支付的理由是 项目未经审计 但唐某通过法院开启的调查令 调取银行流水贷款资料发现 森林公司 曾在某国有大行 六盘水分行贷款4亿元 另一国有大型 六盘水分行贷款1.8亿元 但这些贷款 并未用于借款用途 而转入多家关联公司 涉嫌骗取贷款罪 唐某怀疑 森林公司拒绝审计 与该涉嫌骗取贷款行为有关 同时 唐某还发现 也于海管委会发报的自行车赛道 曾于2018年11月 被水城县林业局 因非法占用林第4.87亩 被处以罚款 2023年3月21日 在唐某要求下 水城区法院 冻结被执行人1500万元 但到4月11日 水城区法院 却突然无理由解除冻结 侯某某 唐某多次与法院负责执行的法官交涉 对方称是法院领导 受去领导指示的决定 自己也没办法 马一加一则在信中提到 由于水城区政府领导 法院人员多次出尔反尔 且问你有录音录像证明吗 因此 律师在后期办案时 均采取录音录像留存证据 2023年9月开始 侯某某 唐某 向各级部门反应 并通过微博 抖音发布信息 批评水城区政府与水城区法院非法解冻 导致无法执行 侯某某去六盘水中级人民法院交涉时 曾被罚警戴上手铐 他把上述视频发布在微博和抖音 2023年11月20日 马一加一去昆明 在律所楼下和唐某协商案情 水城区公安局当着马一加一的面 将唐某抓走 但为当场抓走马一加一 既有证实 此后水城区政府再次和马一加一谈判 要求以1200万元屏障 剩余所有欠债一笔勾销 被马一加一拒绝 马一加一于2023年11月27日被刑事拘留 侯某某躲藏多日后 于2023年12月底被抓获 最终办案单位六盘水市水城区公安局 刑事拘留了马一加一 侯某某 唐某 以及九名律师助理等人 2024年1月 马一加一 侯某某 唐某等人被批准逮捕 九名律师助理则被取保候审 刑事拘留和批准逮捕的罪名 均为寻衅滋事罪 犯罪事实即为发布微博 抖音和转发 以及邮寄针对水城区政府某领导的举报信 目前 该案材料已移送 六盘水市水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马一加一来信摘入 2023年9月 10月 朱某某董事长 刘某某董事长 及水城区法律顾问韩某某 陈某某多次找唐律师侯某某谈判 说区里要以1500万化解所有2亿余元的债务 后又说区里就给1200万元化解2亿余元的债务 甚至污蔑我马一加一多次去澳门赌钱 赌输几千万元等 我马一加一至今从未去过澳门 从未出过境 可去出入境中心查询 作为政府公职领导及水城区法律顾问 公开污蔑当事人马一加一逃债务 谈判参加人员侯某某 区某某均有录音 手机被水城区公安局扣留 我是一名少数民族女企业家 疫情期间给六盘水市做了抗疫贡献 并获得贵州省工商联 质疑奖状等表彰 六盘水日报 及六盘水政府公开表彰 资助无数贫困学生上学 带动残疾人与退伍居人就业 为六盘水市税收做贡献 为六盘水市水城县脱贫做贡献 为六盘水市野预警区 评为四益座贡献 冰天雪地 大年三十 仍然带着上百工人 坚守施工岗位施工 白天黑夜24小时抢工期 最终被过河拆桥 企业被拖欠工程款后 债务累累 四处借钱 员工失业 企业破产成失信人 工人无活干 加之疫情 老人无钱治疗 孩子无钱上学 债台高筑 流离失所 我被殴打左肋骨折至今 右腿不能正常行走 东躲西藏 实时生活在恐惧噩梦中 发包人政府公职领导 欺上瞒下带人围殴我 吐口水 软禁我 当委托到唐某 侯某某律师后 我希望他们能用法律保护弱者 一个法院两个公章 为何无人过问 执行法官 为何私自解冻冻结款 院长指示 不违法吗 森林公司账务 为何不敢审计 骗带数议员去哪了 为何森林公司成老赖空壳 钱呢 若比至此 泪如雨下 心有不甘 法不治众疑难服 过几天我很可能被抓 但只要不是死刑 今生活着目的就是一定要讨个说法 除非置我于死地 afft还是颜色 которые买完核型季养国各国的拍摄 所以 Phoenix 文字顶玧特儿王老赚